昨天我给粉条拍照 他就被我揉搓了一下午 拍出了几张可爱的照片 可能是因为打扰到他睡觉了 于是开始发脾气挠墙 那么今天就做点好吃的安慰一下他吧 今天做我最拿手的羊奶布丁 把羊奶和鸡蛋混合均匀 我这里留了一点蛋黄 做出来的味道会更好一些 放进蒸锅里蒸一下 接下来是新鲜的蔬菜 有西兰花胡萝卜和鸡胸肉 吃蓝莓的季节 给叔叔们也尝尝蓝莓 五只鼠一鼠一颗就可以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后面的腐蚀已经熟了呢 拿出孩子们的腐蚀碟开始打饭了 鸡胸肉用手简单撕一下 胡萝卜早就切成小块了 分一下就可以了 西兰花掰一掰 羊奶布丁这次做的超级成功 我觉得成功的秘诀一是这个蒸锅 二是要看住火候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用吉利丁来做的 因为有更健康的做法可以选择 这布丁做的我都想尝一口了 QQ弹弹的 我拿过来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短短的 蓝莓装饰在布丁上 这样一份简单的腐蚀就做好了 给粉条尝一下吧 结果录视频的时候什么都没吃 放笼子里第二天全吃完了 粉条巨粘人最喜欢在我手上睡觉了 我又给了他最爱吃的乳酸菌 他巴唧巴唧的吃了好多呀 然后躺在妈妈的手上睡着啦 然后躺在妈妈的手上睡着啦 那就好了 我给你的饼э就感到 你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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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你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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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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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